第一道菜我先做这个扣肉 处理这个去毛和这个表面那个肉皮的汗泥的味道 它慢慢就起 有一层这个 对 在这个毛的地方和汗泥多的地方 勾给它炼出来 这就可以了 八大碗中的第一碗就是扣肉 春雷大哥说 他制作的扣肉肥而不腻 这其中可是有着两个独门秘方的 首先铁锅烧热制皮 去除五花肉的腥味 春雷大哥说 要想扣肉肥而不腻 就要靠它的第一个独门秘方 那会是什么呢 处理好这个猪肉 就放在开煮中 煮至二十分钟 再煮二十分钟 让它有个气成熟 下葱和姜 是为了一个去它这个腥味 也起它这个香味 婆婆丁 对 它平时在我们当地的 它就是拌着吃了 或者是炒点肉吃了 但是这个我尝试过 在猪肉馅里边放到婆婆丁之后 你吃就不会很腻 所以我才把它放在 糊肉的过程里边 这还是一个在 做饭上的小发现 五花肉和葱 姜 婆婆丁一同炖煮 婆婆丁中特有的 植物草本清香味 可以中和猪肉的油腻感 婆婆丁是春雷大哥 制作扣肉肥而不腻的 第一个米方 第二个米方又是什么呢 自己做的切 来扎这个表面的肉皮 皮下这个肥的油脂拍出来 炸的时候它好起虎皮状 这有什么技巧呢 在炸的时候 就是一字拍开就行 我们才抹成这个老抽原来上色 现在就是下锅炸 五花肉入锅油炸 炸至肉皮呈现出焦黄色时 捞出放入冷水中浸泡 这样就会在肉皮表面 出现漂亮的虎皮花纹 春雷大哥说 接下来他就要展示 制作扣肉肥而不腻的 第二个米方了 头头菇就是我今天的扣肉 它里边配的菜 泡第一次清水泡 二十分钟 二十分钟 对 我们把水换掉之后 再次换清水 必须还是二十分钟 第二次又泡二十分钟 两次二十分钟 再用刚才取出的这个 葫芦的汤再发至二十分钟 再发二十分钟 三个二十分钟 去掉它苦涩的味道 要不要会苦 猴头菇 因外形酷似猴头而得名 出内大哥用清水泡发两遍 再用炖煮猪肉的原汤泡发一遍 这样处理过后 不仅能减少苦涩味 还能用肉香 激发猴头菇的郡香 使其味道升华 猴头菇就是春雷大哥 制作扣肉 肥而不腻的第二个秘方 这个刀咱们怎么改呢 厚一点吧 它会感觉更香一点 垂直切下去吧 对啊 五花肉切成大片 用老抽 白糖 胡椒粉等调味料腌制 腌制好的五花肉片 马入碗中 猴头菇挤干水分 平铺在肉上 上锅蒸制 肉香 俊香 香香交融 土豆铺甘